特斯拉只要被看衰 执行长马斯克都会亲上火线反击 如今特斯拉的报酬率输给晶片大厂 回答马斯克也有话要说 外媒财经主持人在推特列出 十年来报酬率最高的十大股票 其中回答一百分之一万零五百一十九 排名第一 特斯拉的百分之两千七百五十六 只排名第三 但是马斯克不服气 在底下留言落后只是暂时的 未来还有的看 想来担心人工智慧遭到滥用 可能带来人类浩劫的马斯克 公司股票报酬率却输给发展AI的回答 马斯克不得不顺应潮流自己成立AI公司XAI 克的特斯拉在中国拥有全球第二大市场 他传出本周预计访问中国 可能的行程包含会见总理李强 视察特斯拉的上海工厂 三里新闻 徐天伟报道 好啦 可有什么onna 很有型呀 高等 tickets 要数学结课 词世纪 词世纪 ident 订阅